《中國太平保險 鳳凰全球連線》 我是任任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兩天的訪華行程接近尾聲 就在外界對布林肯 這次中國行的預期 不斷降溫之時 他不僅得到了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接見 而且和中方高級別官員 進行了兩次坦誠深入的溝通 習近平主席還在會見布林肯時 表達了希望他此次訪華 能夠為穩定中美關係 多發揮積極作用 並且強調 國與國的交往 需要相互尊重 以成相待 作為過去五年來 訪問中國級別最高的美國官員 布林肯這次訪華的意義 如何評估 美國總統拜登上週六表示 希望在幾個月之內 和中方領導人再次毀滅 中美恢復接觸的進程 能否在未來持續推進 今晚 鳳凰全球連線 在北京現場 鳳凰衛視處北京記者 姨曉雯 在昆明現場 上海外國語大學 特聘教授黃靖 華盛頓現場 美麗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趙全勝3D連線 解讀布林肯訪華 對中美關係有何影響 李一番的 追蹤報道 近日 全球媒體的目光 都聚焦至一場關鍵訪問 布林肯訪華 在中美關係陷入低谷的背景下 作為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 最高級別的訪華官員 也是近五年來 首次訪問中國的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的中國行 可謂幾經波折 世界瞩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9號下午會見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習近平表示 世界需要總體穩定的中美關係 希望布林肯辭訪 為穩定中美關係 發揮積極作用 方議主任和青岡國務委員 和你 我知道 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這個總體上呢 這個雙方談的是坦誠深入的 中方是表明了我們的立場 雙方同意共同落實好 我和拜登的總統 在巴黎道會晤時候達成了共識 國與國交往啊 總要相互尊重 一誠相待 隨後 布林肯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 召開記者會 他表示 中美雙方就穩定兩國關係達成共識 美方期望 未來幾週會有更多高級官員 訪問中國 此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辦主任王毅 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 也分別同布林肯舉行了會談 王毅強調 中美關係陷入低谷 根源在於美方抱持錯誤的對華認知 而中美關係要直跌其穩 當務之急是把兩國元首共識 真正落到實處 而就在此前一天 秦剛在同布林肯的會談中同樣提到 中美關係處在建交以來的最低谷 這不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 也不符合國際社會共同期待 在二人長達五個半小時的外長會晤中 雙方就中美總體關係 及有關重要問題 進行了長時間坦誠 深入 建設性的溝通 此外 雙方同意 共同落實兩國元首巴黎島會晤 達成的重要共識 有效管控分歧 推進交流對話合作 同意保持高層交往 布林肯邀請秦剛訪美 秦剛表示 願在雙方方面時訪美等 美國國務院18號同樣表示 美中外長當天舉行了坦率 實質性和建設性的對話 雖然此前外界有雜音稱 對布林肯這次訪問的期待並不高 但不可否認的是 通過兩國高層間的會談 雙方有機會充分交換意見 更好了解彼此的戰略意圖 在這種情況下 各地媒體和學者普遍認為 此訪釋放出了一定的積極信號 法新社就指出 中美雙方為不斷升級的緊張關係降溫 雙方都表達了改善溝通 和防止衝突的謹慎希望 也有美國官員和分析人士預計 布林肯的訪問將為未來幾個月 中美更多雙邊會談鋪平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總統拜登也在17日表態 希望能在未來幾個月 同中國領導人會面 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一方面與中國高層保持溝通 另一方面卻又不遺餘力反華惡華 僅用去風險化的說辭 掩蓋脫鉤鍛鍊的本質 此次布林肯是否還要當兩面人 將是對美方誠意的考驗 布林肯訪華密集會談有何細節 大國外交只跌其穩存哪些障礙 中美大國間關係又將何去何從 坦誠深入 關鍵會晤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這次訪華兩天的時間並不長 但是他見到了想見的人 中美之間也達成了一些共識 但是接下來這種共識如何落實 會不會落實 還要有待時間來考驗 首先在北京現場 我們連線一下我的同事 尼曉雯 曉雯 習近平主席 這次和布林肯的會面 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好的 仁仁 我們今天可能最為關注的就是 習近平和布林肯的這場會見了 雖然會談的時間不長 但是我想是釋放出了非常關鍵的信息 我們主要關注到的就是習近平對於發展中美關係的一個最新表態 他首先是表示雙方應該是實現各自發展 共同繁榮 對方成功應該是成為彼此的機遇 而不是挑戰 另外我們特別關注到的是呢 習近平這次也對競爭做出了一個明確的回應 那表示大國競爭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 那中國是不尋求取代和挑戰美國 也希望美國可以停止損害中國的利益 那最後呢也是提出期待啊 希望中美之間還是能尋找到一條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和合作共贏的一個正確相處之道 也是希望這樣中美關係可以穩下來並且好起來 那其實說到這兩天的訪問呢 除了這場會談之外 我們看到布林肯和中方的官員是進行了一個長時間的充分的溝通 那麼外界的評價也是比較積極啊 那我認為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條呢 就是對於中美總體關係的這個討論 因為這個地方呢 其實雙方的分歧是最大的 那中方一直講究的是合作共贏 而美方主張的是競爭 但是在這一次的會談當中 特別是布林肯和秦剛的會談當中 雙方是用了很長的時間很大的篇幅 來就中美總體關係來進行討論 並且是同意要就中美關係的一個指導原則來進行磋商 我想如果能在這方面取得進展的話 或將會為未來一段時期 在新時期新變局下中美兩個大國之間 如何相處來建立一個真正的互來 任任 好 谢谢小文 接下來呢在昆明現場 黃靖教授 我們看到布林肯這次訪華呢 不僅受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接見 而且呢和王毅主任 包括秦剛國委兼外長都進行了坦誠深入的交流 對於中方的這種安排您如何評價 我認為這說明就是交流和談判呢還是在掌控之中的 也就是說我們先是秦剛外長國務委員和他進行了長達五個半小時的正式交談 然後又是晚飯又是兩多小時 然後王毅主任也交談 最後是習近平所屬於他交流 我覺得整個這個程序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由細節具體的一些交流從比較低級的一些高級官員 最後到習近平所屬於自己 那麼另一方面就說明雙方的交流的過程呢 還是在這個預料之中的就沒有出什麼意外 那麼最後呢 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兩個大國是可以 也應該進行交流 也應該改善相互之間用秦剛外長的話說 是最低谷的一個關係 並且雙方都有的願望 從這個上看呢 這一整套的安排是非常積極的 是達到了一些預期的效果的 好 這是一次積極的安排 也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那接下來對於美國方面 他是怎麼看待這一次的布林肯的訪華 有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啊 趙全勝教授 您怎麼來看 布林肯這次兩天的訪華行程 有沒有達到中美雙方的預期 從中美雙方的預期來看呢 應該說基本的預期 也就是說要保持溝通 管控可能發生的危機 在這個層次上來講呢 應該說是達到了 當然最關鍵的問題還是中方一再強調的 聽其言 觀其行 這樣一個問題 從美方來看呢 他最主要的想法應該是 也是這幾個月以來 美方一再提出的要求 要和中方進行高層溝通 那麼這一次這個布林肯來訪 實際上自己也講到這會帶動一系列 這是隔園級五年來第一次訪問北京 那麼接下來會有更多的隔園級的官員進行訪問 另外呢 秦剛也會回訪 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呢 應該說是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除了保持溝通以外 而且呢 還要是防止出現 這個雙方有可能出現危機 我們都看到從台海南海都有這樣的一些苗頭 現在呢 出在一個指控這樣一個經驗 我們也都知道 這個秦剛國務委員呢 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呢 雙方的關係 自中美建交以來的最低點 這個話說的是再清楚不過了 那麼從這個習近平接見的時候 也講到的 雙方要做到合作共贏 要落實在巴黎島 雙方領導人 國家領導人的達成的共識 所以這一系列來看呢 應該說是達到了一個預期的目標 但是呢 不能指望一次或者幾次訪問 就能真正的管控好 還要呢 通過這個實際行動 所以下一步呢 雙方恐怕都在看 聽其言 觀其行 另外我們也都注意到 除了雙邊關係以外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問題 也都列入議事日程 比如像俄烏中東 比如像朝鮮半島問題等等 這些問題上呢 都是雙方關注的焦點 也就是說呢 雙方目前在長期對峙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也在探索雙方有可能磨合而形成的一個相處之道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是邁進了一步 好 主持人 確實中美關係千一發而動全身 中美關係能不能穩定的發展呢 對於很多重大的國際和地區事務呢 其實也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布林肯在兩天訪問的尾聲之際 在美國駐華使館的進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 總結他這次訪華的行程 小文 布林肯對這兩天的訪問 有什麼樣的評價 好的人 今天晚間7點左右 布林肯是在結束了同期金平的會談之後 回到了美國駐華使館來舉行記者會 那今天也是受到各方的高度關注 在現場出席的記者就有60多名 我們看到布林肯也是回答了一些媒體的提問 包括我們也是得到了在場 唯一一家中國媒體的這個提問的機會 那先來看布林肯是怎麼樣總結這次訪華行程 那因為首先他此前就說 這一次的訪華的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要加強高層的溝通和交往 來避免誤解誤判來管控競爭 那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他認為這次的訪問達到了這個目標 那他也是再次強調 他認為要管控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 的一個最好的方式 就是要加強這種高層的溝通 以及持續的接觸 那另外包括一些媒體 以及我們在內 我們關注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美國在經貿和科技領域 對中國的打壓 到底是能不能體現出 美國要溝通的誠意 那我們看到布林肯在回答 我們的提問的時候 也是明確講到 那美國是不尋求在經濟上 與中國脫鉤 也不尋求要遏制中國的發展 那他也強調脫鉤和去風險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相反他也提到 在去年其實兩國之間 7000多億美元的貿易 其實是給兩國都帶來了好處 是符合兩國的利益的 所以美國並不是要試圖切斷 或者是阻礙這種經濟關係 那相反呢 在符合雙方利益的前提之下 那美國也是希望加強這種經濟的聯繫 那當然他也是一貫的重申美國的立場 在一些關鍵技術的領域 那美國仍然還是會採取措施 來維護自身的一個國家安全 和國家利益的 那最後我們也看到 他也提到了 對於雙邊關係的看法 那他也說到 這次溝通當中也感覺到 兩方都是希望來穩定中美關係的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非常困難的 那他也不期待一次訪問一次會談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他期待的是這樣的交往 這樣的訪問能夠帶來更多的溝通 來打開更多的溝通渠道 那麼他也透露 在未來幾周 還會有更多的美國官員訪問中國 歡迎更多的中國官員訪問美國 而且我們之前也看到 在這次訪問期間 布林肯也是邀請中國國務委員間外長秦剛 去訪問美國 那秦剛也是表示同意 在方便的時候將會訪美 以上就是記者會的主要的信息 任任 好 謝謝小文 可以看出 雙方都對中美之間的 持續的溝通恢復接觸 還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 黃靖教授 我們知道 布林肯是過去五年來訪問 中國的最高級別的美國官員 也是拜登上任之後的首位 訪問中國的美國國務卿 他這次的訪華的意義 到底該怎麼評估 我覺得首先這次意義就說明 剛才我們說中美兩國的關係 還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面關係 儘管美國挑起了中美競爭 並且有各種方式各種手段 拉幫結派打擊中國 但是在很多重大動力上 不和中國進行交流 不和中國進行合作 是難以解決的 比如說美國強調氣候問題 核擴散問題等等等等 保證全球的金融穩定 全球經濟的宏觀經濟的穩定等等 都是要和中國交流合作的 那麼我要說一點 就是布林肯到中國來訪問 他的時機 也是經過精心的一個選擇策劃 首先在國內 他通過了債務上限這樣的一個危機 這樣使得拜登政府 在共和黨那邊 似乎沒有什麼太多的把柄 或者要挾的地方 另外我們也知道 美國剛剛在日本召開了 所謂的起國峰會 這樣他可能覺得 在國際上也有了一個呼應 這樣到中國來就可以 第一在國內的這個羈絆 比較少一點 在國際上有些支持 他是這樣來 但我們也看到 來了以後 然後談的還是雙邊問題 以及雙邊通過交談和合作 能夠解決的全球問題 那麼布林肯結束訪問以後 最後也到英國去 肯定要跟他的盟友進行交流 因為這一次 布林肯談另一個目的 就是他發現 在他和所有的盟友 要聯合起來 打壓中國的時候 他發現盟友 並不跟美國是一致的 尤其是歐洲幾個主要的盟友 包括德國 法國 美國如果對中國的壓力太大 反而會孤立自己 甚至自己盟友當中 有些個孤立狀態 所以他支持來內洋 做了這樣一個姿態 但我們要注意到的一點 剛才全盛教授一樣 說過叫關其行 因為我們知道 自拜登政府上台以來 習近平總書記和拜登總統 進行了多次的線上和線下的交流 每次交流的共同聲明當中 都有這樣的一句話 這最後一段 就是雙方元首要敦促各自的團隊 落實雙方元首達成的協議 但我們看到每一次都是美方 也就是拜登政府 不能或者是很少達成的協議 沒有完成自己的程度 這使得每次交流儘管 這個格調都很高 起點也很高 但最後落到十處 等到目前物質很少 導致了秦高外長所說的 自建交以來最低谷的 這樣一個現狀 所以落實共識和形成共識 其實是同樣重要的 確實這需要時間來去檢驗 趙全勝教授 我們看到在布林肯訪華之前 美國白宮的國安顧問沙利文就表態 不期待這一次的布林肯 布林肯的訪華能夠給中美關係 帶來重大突破 這是在為預期進行降溫 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您覺得布林肯這次訪華 給中美關係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也都知道 這個中美關係 不光是一個國際關係的問題 而且也都關聯著各自的內政問題 從美國方面來看 美國應該說在內政方面 也是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像政治上的分裂 像經濟上出現的 剛才也講到債務上限等等 這一系列問題 在對華政策方面 美國有一個各吹各的號 這樣的一個問題 比如它的國會 美國的兩黨政治 互相之間的激烈競爭 都使得行政當局可以說有一定的束縛 那剛才也講到 在這個問題上 美國國內還有政治正確 這樣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些都約束著 美國在開展對華外交 那麼我們也都知道 美國實際上是很需要 穩定和中方的關係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它多次的要求 比如我們也都知道 在香格里拉峰會的時候 美國防長也要求和中國防長 進行會面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管控衝突 那這一次應該在這個意義上講 是達到了這樣的一個初步的目的 但是我們還都要看到 如何落實到現實中 這才是一個問題的關鍵 我們也都注意到 這次還專門提到了 要加強人文之間的交流 我們都知道 國之交在於民之交 所以人民之間 兩國學者人民之間的互動 如何把它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這也是一個重大問題 我自己剛剛因外交學院的邀請 回國做了三個星期的訪談 在這個講學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過去來回應該走了一個環球 才能到達北京 也就是說跨過大西洋 回來的時候是太平洋 這個東西確實是不方便 所以雙方要加強航班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也在認真地觀察 這個一個具體的措施 能不能落實 使得加強兩國之間 人文之間的交流 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和保障好人人 確實 布林肯這次訪華 給中美關係呢 帶來更多的想像空間 那未來我們還能不能有更多的期待呢 廣告之後繼續聊 MING PAO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这次访华之行 暂时告一段落了 但是未来中美的关系解冻 还能够走多远 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赵全生教授 您认为布林肯访华之后 中美之间还会有更多的 这种双边的会晤吗 中美恢复接触的这条路 还能够继续往下走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也就是双方谈到的 特别是布林肯在美国驻华使馆里 讲到今后几个月 拜登还期待着和习近平的一个实体性的会面 这个恐怕指的是APEC 就是说今年11月要在美国召开的APEC的峰会 那么到底双方首脑元首 能否在这次峰会上相见 那么这一次和今后几次的访问 这个美国双中美之间的双方的互动 能不能为可能的这样的峰会铺垫好 这也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一个要点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 还是台海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是继续打台湾牌 如果继续打台湾牌 除了在科技贸易上的打压之外 还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可以说是切相尝试的推进台美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双方就不会出现大的转环 那么如果美方在这方面有所控制 特别是回到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政策上之后 双方有可能在管控危机上 合作共赢上出现一定的进展 在这里面又等于中方实际上一直在坚持的四个字 叫斗尔不破 就是在像当年的重庆谈判一样 是既有斗争又有谈判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稳住中美的双边的关系 好 认认 确实在今年年底 美国主办的APAC峰会 是中美领导人再次会面的一个契机 但是能不能实现 其实取决于很多的问题 黄景教授 您觉得从布林肯这次访华的表现来看 能不能为中美领导人再次会面进行铺路 我觉得从这次表现来看 是很有希望的 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 在今年有四次峰会要参加 一个是金砖峰会 一个是上合峰会 然后就是这个APAC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峰会 还有上合组织峰会 那么其中两次 就是还有印度主持的那个二十国峰会 这就是印度的二十国峰会 和APAC峰会呢 都习主席都有可能和拜登总统见面 但是关键在于不能在峰会上见面 而是在峰会之外 双方会不会再进行一个专门的峰会 像巴黎二十国会议那样 现在看来呢 这个信号是积极的 但我认为取决于三个因素 我们要看 第一个因素就刚才 全盛教授说的台海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地区要马上进入了 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竞选 已经开始开打了 在这期间美国的态度怎么样 尤其是美国对这个要搞台独的 民进党的态度怎么样 以及美国对台独事务的干预 到什么样的程度 怎么样打台湾牌 这是要一起关注的 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看到是美国国内的政治 美国的这个国内的总统大选 摇开打了 拜登要参选 这是肯定的 那么这次来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 布林肯到中国来访问 也是为拜登进入总统大选 捞取一些就拿取一些利益 要不然的话呢 共和党会攻击他 现在他就可以说 我们既和中国保持了高强度的竞争 又和中国保持了交流 这样呢 就可以抵御所有的攻击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们知道 尤其阿菲克峰会 还有一个最后的细节 我们知道每年的阿菲克峰会 香港地区的领导人 就是我们的李嘉特 都是要参加的 而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上是有问题的 因为像那个相会的时候 相关领导会的时候 我们国防部长李尚福就被制裁 所以我们拒绝了见面 那么这一次 如果美国制裁 继续制裁这个李嘉超 不让他去参加阿菲克峰会 中国肯定会做出反应的 那么这些细节 都是要关注的地方 谢谢黄定教授 和赵全城教授 也谢谢小文 凤凰全球连线 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